这一场在大巨蛋的台日交流赛 书运状况大致上来说没什么问题 但场内却是有点情况发生 四楼的外野观众席 漏水下起小雨来了 有人是撑伞来看比赛的 看起来相当狼狈 那么另外更发生 电浮梯没电 人潮塞爆 厕所 大排长龙等情况 让议员看了痛批 大巨蛋场壁的品质惨不忍睹 简直让日本人来看了笑话 而面对抱怨连连 远雄也赶紧发声明道歉 日本独卖巨人周六和中信兄弟 举办交流赛 台日大战性三万七千八百九十名观众 涌进台北大巨蛋 但外头下大雨 里面竟然也下起小雨 天花板滴滴答答漏水 四楼外野观众席 地板湿成一片 好几个位置都遭殃 甚至有人只好撑伞看球 但意外状况还不止这 民众投诉进入内外野区 都只能从B1上去 但两个电幅梯竟然都没电 人潮挤爆 动线惨不忍睹 另外厕所也少得可怜 导致大牌长龙 场内电视也没开启 只要离开座位 就没办法知道赛事进度 好端端的棒球界盛事 变成家丑外洋丢脸至极 立即监督远雄 好好的来改善相关的品质问题 民众抱怨连连远雄也道歉 表示可能因为进场人数太多 导致管线街头蜃漏 已经协助受影响的约十位观众 升级座位 另外首扶梯停摆 是因为人流负载过量 启动安全装置 洗手间的部分数量应该足够 会加强指引 台北市长蒋王安也现身大巨蛋看球 不只坐在观众席体验 更亲自视察交通疏导状况 人潮多的时候会把张本拆除 最后满场破纪录的近3.8万名观众 在40分钟内散场 北阶级周边路况 整体还算顺畅 挺过压力测试 但大巨蛋软硬体设施 恐怕还得再加油 继续欢迎温好台报道 今天白天 强烈大陆冷气团减弱了 但是清晨还是偏冷 在玉山也出现零下7.9度低温 积雪大约是一公分 但随着阳光露脸 温度慢慢回暖 水气也跟着转干 因此气象鼠预估 接下来天气状况是蛮稳定的 各地大致上也都是晴朗的好天气 尤其来看到到了礼拜二的高温 还上看30度以上 但是要提醒大家了 春天天气炸暖还寒 到了礼拜三又要变天了 甚至礼拜四礼拜五全台激动 树梢减满冰霜 地面上也铺上白色地毯 周日一早7点 玉山气象站只有零下7.9度 积雪一公分 水气减少 能见度加 阳光照射下更漂亮 不过海拔第一点的太平山 却完全不同景象 云雾缭绕 宛如仙境 还有不少游客顶着低温造访 而前气象局长正明点则在脸书 PO出卫星云图指出台湾露出云层了 高云消散 台湾上空的云边缘可以看到受到地形影响 是相对稳定的低云或雾 而春季风向变化快 连带天气变化也快 下雨的状况是缓和的 那在周一的时候呢 主要是偏向是在花莲台东 有一些领先降雨 在周二的时候呢 则是比较偏南台湾领先降雨 但是其实都比较偏少 各地都是晴朗的 回温从今天开始一路升温 一路爬升 甚至北台湾到了周二的这段期间 刚刚提到 周二这一天是最暖的 气象处预估周日全台飙高温 可达28到32度 但仅接着周三封面报道 水气增加冷空气填补 周四周五北部低温下滩到12度 中部东部15度南部17度 那这波冷气团目前的强度 可能是大陆冷气团 跟强烈大陆冷气团 这样子的层级 那在这段期间是很湿的 所以可以看到图面上 各地都是会有降雨的可能 气象增加彭启明也发问提醒 这周天气先是东转初夏 接着再转东 这就是春天炸暖还寒 要适时增减一物 记者组报道 高雄有三宝驾驶 疑似在古泰市场内刚采买完 却没有把车门关好 急着离开 还一路逆向 结果导致这车门 是不小心撞上无辜的车辆 现在警方也要对照射驾驶 最高开罚三万七千八百元 那么另外在台南 则有宾式照车冲撞分隔岛 原来是驾驶违规就驾 民众开车行驶也看逆向轿车 车门没关好还迎面而来 也猛按喇叭 碰的一声逆向车辆的后车门 硬生生撞上自己爱车 也令民众当场看傻 从另一个角度看 招式驾驶从停车阁开出来 不仅逆向行驶 还没关好车门 所以也闯下大祸 事发在上个月二十二号 早上九点多 高雄三民区的果菜市场内 当时一名驾驶 一次刚才买完 没关好车门就急着离开 还一路逆向 也导致车门不慎撞上 无辜车辆 逆向行驶 主清台币一千八百元以下罚款 为关闭车门危险下车 主清台币三万六千元以下罚款 而另外在台南 则是有车辆开上分隔岛 动都动不了 凌晨一点多 只见一辆白色兵士 从路口开出来 下一秒猛力冲上分隔岛 事故现场只见白色兵士车 又前轮卡在分隔岛 动弹不得 事发在二号凌晨一点多 才能中西区西门路 当时杜姓男子违规酒驾 一次不胜酒力 这才自撞分隔岛 除了车损外 本身并无受伤 事后男子酒侧值 精高达零点六五毫克 现在不仅爱车毁了 男子还得吃上官司 心存侥幸酒驾 也得付出代价 接着赛报道 男子拿着坏掉的空气枪 在台南重线路上恐吓民众 让民众吓坏 赶紧报案 警方发现这名男子 疑似是不满民众 把机车停放在 他出租的公寓前方 当下是为了赶人 才会掏枪恐吓 民众坐在机车上 旁边走来 一名男子 没想到男子竟然亮枪 指着地上对他说 你还不走吗 吓得民众赶快报警 警方货报 查到男子租屋处 立刻上门逮人 来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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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副武装持盾排攻间 当场人赃巨货 到底为何持枪恐吓 原来当时民众要去火锅店 用餐坐在机车上等待 男子疑似不满 对方把车停在他的出租公寓前 才会拿坏掉空气枪恐吓离开 觉得蛮莫名其妙的 因为毕竟就是公有的 所以应该是大家都可以 附近出入 所以看到这个新闻 其实也会有点害怕 不过警方前往逮人 他竟然开口求救 声称自己是上市公司执行长 遭商业间谍跟踪 现场查扣玩具枪一把 并将犯嫌代反所接受调查 全案依恐吓罪 报请台南地检署侦办 男子不过行有吸毒记录 这回因为停车纠纷 掏枪恐吓民众再度 依法送办 记者黄富奇台南采访报导